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小美 今天呢 我們要去深圳啦 有蛋王 剛剛偷吃了一些糖心蛋 有很多人問我 早餐吃到 我從來都不吃早餐 我的brunch 他吃了這個 兩顆糖心蛋 再加一杯生酮咖啡 小夥子開車 其實他很忙的好不好 他要坐司機 他要坐陪玩小哥哥 然後我們今天呢就去深圳參加一個活動 真的吃超遠好嗎 然後今天的天氣呢就非常的一般般 就沒有說惡劣 本來昨天還是電閃雷鳴 連香港的新聞都說什麼 今年下冰雹啊 然後那個雷暴警告又很厲害 又很下暴雨 現在在車上呢就要做工作 戴了耳機 耳機 最近接了很多新的單子 以前我們認知的工作都是要 至少要一個手提電 但是現在已經發展到 你有個耳機 有個iPad 有個手機 你就可以做到了 因為現在手機都可以用剪影去剪視頻 今天我們的路途中呢 就不能再聽歌嗨了 要工作了 好累啊 我們昨天是三點半睡覺 然後呢今天早上我又因為下暴雨 我很害怕開不了車 要換高鐵 然後那個高鐵呢又是要九點多 只有一班 然後我就六點的時候呢 在夢裡就在想 啊今天會不會下暴雨 這個活動會不會取消 取消了就好爽可以睡到中午再起床了 答應了人家呢 又一定要去 所以現在就派車過去 可是我真的很討厭下雨天出門 王爺這個面子夠大啊 如果不是都請不用我 真是好煩 不想出街 車站 車站走爺 到了到了 開了兩個半小時 不是啊 啊 好暈啊 我的工作也都我玩了 YES 好暈啊 好像睡著 吃飯了 乾飯了小夥子 四季辛苦了 老闆說這個是新品哦 給你試吃一下 秋香哦 其實我秋香終於羅通通 是羅宋湯的味道 我試一口 很小口 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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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港式啊 羅宋湯 好吃 適合香港人口味 有那種 花園餐廳那種 羅宋湯的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羅宋湯 很酸很酸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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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跟老闆聊聊 一起合資搞一間新店 你經常說要開分店 今年要開得兩間 我說可不可以交換 我投資 四位數 我投資三位數 給我做的 給我做的 給我打的 日洗換工 哇有肥肉 這夠牛腩 很好吃 不特別啊 麵很好吃啊 QQ彈 皮膚當中腰 Juicy 硬辣 來來來 再加一點辣椒 這個真的超辣 試一下夾這個麵 看看夾不夾 再宣傳一下 大家來這個王爺字面試吃 只要說真小妹推薦 他又會送你一罐辣椒醬 它的辣椒是比較野味的 那你做龍東郎呢 打架 打架 又甜 沒有點蒸的感覺 沒有點蒸 只有搶了尾 好 宣傳失敗 推銷失敗 我們今天還點了一份 我可以吃的炸豬大腸 然後它下面是麵來的 好奇怪哦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 它那個菜單上說是下酒菜 平常吃的豬大腸是會鹽醬的 這個不會 我可以吃一條 試一下 炸的麵 哇 好軟啊 油條的味 試一下這個 如果不鹽醬是什麼味 它是那種 它不算是脆皮豬大腸 那種 是滷水豬大腸 然後皮是脆的 它不是想像中那種脆皮 洗得很乾淨 然後很硬 然後我一定要加辣椒醬 因為我覺得 滷水味就比較 第一次吃了 辣椒 鹽 嗯 有點乾這樣吃 但是好吃 它這個辣醬 適合我吃 是因為它沒有加糖 它真的很濃很濃的 豆豉再加辣的味道 完全是沒有侵襲 其他那些美精味 雞粉味 或者甜味 我們現在已經吃飽了 然後開車來到這個 深圳的天河城 對 就是天河城 我一直以為都是廣州的 但原來深圳都有個天河城 那就是 原來這次的活動 不是參加活動 是有黃爺說想和我們增進這個 深港青年交流 而整的一個友誼團隊活動 女友團 對 那他就想帶我來到深圳 本地遊 深度遊 這樣體驗一下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因為我在深圳住了兩年差不多 但是有些地方 天河城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那我看一下本地人 有什麼好介紹 他說這個展 舊子的啤酒廠 改建成的一個展會展覽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趕著今天過來 就想介紹給我看一下 其實完全沒有商業內容 順分享 那我們就看一下展覽有些什麼 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辦人 王爺字面的王爺 今天呢就想帶大家過來看一下 深圳真實的一個環境到底是怎麼樣的 帶你看真實的深圳 從這個本地人出發 你待了多少年 我在深圳30年了 我們介紹一下還有兩位導遊 還有今天找了真的兩位 深二代的小夥伴 三位年輕人 然後經常也是看真小妹的視頻 精微啤酒廠的一個舊址上的 旁邊的那個沒有拆的舊址 然後經過了改造就是保留了一部分 以前啤酒廠的那個工作車間 那這個啤酒廠是不是對你們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回憶 生日代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廠它是90年開始 就是開始投產 是有一點懷舊的 因為就是屬於老一輩人的一個奮鬥史 因為現在這個廠它其實是已經 退出歷史舞台了嘛 我是覺得說這個廠其實可以代表 深圳發展的一個故事與文化 對歷史的一個縮影吧 然後算是一種文化的沉澱 非常地官方好 到你了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就是小時候 會看著爸爸 童年回憶 對 比較開心的時候買幾瓶精微 然後回家 然後也是攢了燒鬧 然後一起回家 剛開始初涼的那幾天 就會這麼開心買幾瓶精微 能不能說是那種從窮時代 然後漸漸富有的一個過渡呢 算是的 來來來來採訪一下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 對一個外代人來說 你的餐廠有什麼感覺 我對深圳的感覺都是高樓大廈 這些B酒廠應該不會見在城市裏 因為深圳宵夜檔都比較便宜 都是看博物館到處走走這樣 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 不是在家裡頹廢的打機 是 我們會出來打機 換一個地方 還有我覺得深圳有個特色就是 劇本殺那些是嗎 大陸的特色 你們會玩居民衣嗎 這個是其實之前會流行一點 已經過了氣了 是 現在可能戶外露營的玩法會多些 那麼健康嗎 是 如果我們香港人 星期六日可能會行山 如果健康的人的話 這個是什麼東東 這是一個窗戶 啊 真的是拜都 拜都一次 我剛剛說這塊東西很有趣 它的形狀很有趣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設計元素 你看了幾個洞 然後那裡有樓梯旋轉上去 然後王爺就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倉庫 啤酒廠以前的倉庫 兒子就發現了新大陸 他說這個地上都是用那些 綠色的啤酒瓶 弄的碎碎 就是以前那個你啤酒釀造 它糖化之後 那些原液就會放在這裡面發酵 然後發酵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就會從下面放出來 然後你看這邊就是 它那個原液就從下面過來 然後進到管道 去到那邊的罐裝車間裡面 它這邊是可以一個那種自助的 打啤酒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會給一個手環給你 然後你滴上去 就打多少 它就會記多少錢這樣子 就是喝下來都不貴 你可以把整個一排的味道全部試過 有原涨精釀 那這裡一下來的就是原涨 是不同的做法 是不同的做法 跟著如果你是 上面那些雜質過濾了 就是真的原涨了 那三杯是什麼 三杯 喂王爺三杯是什麼 我百度一下 哇這裡拍照好出篇 不過有一點評審 大家玩藝術的朋友 想人家拍照 千萬不要選擇有瓶閃的燈 這個是各個地方 滑過來的圖 這裡有一個神秘的黑布 它是類似一個漩渦 很抽象的一個藝術品 我都不知道它是怎麼弄上去的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宇宙啊 這個藝術品叫宇宙 對啊 好像我畢業作品叫時間 很抽獎 真的 好藝術 我猜一下這個 是不是叫黑洞 時間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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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說是它的 不是大奶子 哇這電視機 好復古好可愛 而且它畫面很高清 這是應該後來製作的吧 這裡就是啤酒廠原子 本身擺那些罐發酵的 好大的罐子 舊子的模樣 非常之有工業的味道 造就了今天的深圳 嗯 今天的中心思想有了 參觀一下大陸的廁所 有沒有聞 有聞的 有聞 玩個密實套脫金啊 大佬 好累啊 來我來採訪一下 深圳小夥子 請問你帶相機幹嘛 那麼重 帶相機是因為真的喜歡拍照 第二個就是 相機都是這樣 看見什麼都想拍一下 另外朋友帶著這麼大巴掌 重不重呢 我不喜歡小雨傘 搭傘有安全感 好了今天的參觀就到這裡了 這就是我被藝術朋友 我辦家的一天 結束了這個藝術展覽的蒜透 我們深圳朋友說 這個舊子啤酒廠 其實是長期都會不停不停 換一個新的展覽去辦的 就是如果大家 閒厭了商場啊 閒厭了老街啊 就可以來這些比較文藝 文青文藝少少的地方 去蒜透一些 然後參觀一下這裡的博物館 其實還是挺有那個 紀念價值的 它這個不是啤酒來的 它就是啤酒的床 來建一個藝術館 博覽館這樣的東西 然後是不停這樣換的 好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點讚 關注分享 再見 我們下次是打算去露營的 然後我一直說想拍露營 然後王爺說還找不到時間 今天又下雨 我們下次去露營體驗看看 我想去海邊露營 東西要自己帶嗎 有它本來營地會有帳篷 然後自己帶的話也可以